嗨,各位小朋友好 接著我們要上的是 四字N字17的第二個子技能 我們要能夠認識 一平方公尺等於 一萬平方公分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 還記得什麼是一平方公尺嗎 一平方公尺 其實就是 邊長一公尺的 正方形 面積 邊長一公尺的正方形面積 就像這個小朋友他拿的 他拿的 面積,這張紙的面積大小 想起來了吧 他是面積單位 像這樣邊長一公尺的正方形 他的面積就是一平方公尺 也可以計成一平方公尺 一平方 三連擊介紹的一平方公分 這個部分 他也是面積單位 邊長一公分的正方形 他的面積就是一平方公分 我們複習一下 他也可以計成一cm 平方 那 一平方公尺是多少平方公分呢 我們可以先來看 先講看 第一個 用百格板來鋪 一平方公尺 正方形 好 這是一個邊長十公分的百格板 邊長十公分的百格板 那每一格是代表一公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每一格是代表一公分 每一格的邊長是一公分 所以每一格的面積 像這裡寫的是一平方公分 那總共是百格 所以是一百平方公分 好 百格板是邊長十公分的正方形 所以面積是一百平方公分 總面積是一百平方公分 那我們要怎麼鋪 這是一平方公尺的正方形 一公尺等一百公分 所以這個正方形的一個邊可以鋪幾片百格板 我們剛剛講啦 百格板的邊長是十公分 所以這個正方形的邊長 是一公尺 有沒有 可以鋪十個百格板 它的邊長這裡是十公分嘛 邊長十公分 那一排是一百公分 整排是一百公分 那邊長一個百格板是十公分 所以可以拼十塊 一邊可以拼十塊 好 兩排 三排 四排 五六七八九十 所以一共可以拼幾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由上到下十排 由右到左也是十排 所以總共幾片百格板 十片乘以十排是一百片的百格板 所以一片百格板等於一百平方公分 總面積就是一百平方公分乘一百片 就是一萬平方公分 這個是我們用百格板下去拼的 所得到的結果 最重要 也是最重要的地方 一平方公尺請同學一定要牢記 很容易出錯 一平方公尺等於一萬平方公分 一後面積也四個零 一萬平方公分 這個一定要記得非常清楚 來 第二個 我們用正方形的面積公式去想 好 剛剛是用百格板去撲 第二個我們用正方形面積公式去想 正方形的面積等於邊長乘邊長 一公尺等於一百公分 有沒有 一公尺等於一百公分 對不對 邊長一公尺等於一百公分 所以 就是要算邊長一百公分的正方形 面積是多少平方公分 好 其實 怎麼算 一平方公尺等於一公尺乘一公尺等於一百公分 去乘上一百公分 等於一萬平方公分 好 所以 一樣嘛 一平方公尺就等於一萬平方公分 這跟我們剛剛的做法 其實是 得到的答案是一樣的 只是一個是用百格板拼 一個是直接用正方形的面積公式去想 得到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這個單位請你一定要務必記得一平方公尺等於一萬平方公分 好 所以 其實 我們可以用以上方法去找平方公尺跟平方公分的關係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平方 對不起 面積單位 其實之間是可以互算的 一平方公尺等於一萬平方公分 也可以變成一m平方等於一萬cm平方 寫成英文單位的時候可以這樣記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面布告欄的面積是三平方公尺 請問它相當於幾平方公分 一平方公尺等於一萬平方公分 那三平方公尺有幾個一平方公尺 是不是三個一平方公尺 那 也就是說 會有三個一萬平方公分 三平方公尺會有三個一萬平方公分 也就是三萬平方公分 好 一平方公尺等一萬平方公分 三平方公尺等於三個一平方公尺 所以会有三个一万平方公分 也就是三万平方公分 所以三平方公尺就等于三万平方公分 那我们常犯的错误是什么 物用公尺为平方公尺 例如常方井的面积是六公尺 那面积单位我们记得是平方公尺 所以你用到长度单位就会弄错了 很容易弄错 所以公尺跟平方公尺之间你一定要记得 它的单位的换算 它单位到底是什么 面积就是平方公尺 长度就是公尺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长方井的面积是照理来说 应该是六平方公尺 而不是六公尺 第二个平方公尺与平方公分话句错误 例如三平方公尺等于三百平方公分 变成长度的一公尺等于一百平方公分 很容易弄错 或四平方公尺等于四千平方公分 那个就是当那个单位划错比较常发生在 你还不懂什么叫平方公尺 跟平方公分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很容易划错 所以要特别注意 一平方公尺等于一万平方公分 本章最重要的地方就在这边 上面的情形商在计算面积的时候 时常发生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 我们再复习一下 公尺跟平方公尺之间 你一定要了解公尺是长度单位平方公尺是面积单位 所以面积要是平方公尺 这里就写错了 是六平方公尺 面积公平方公尺平方公分的话句也要记得 一平方公尺等一万平方公分 一平方公尺等一万平方公分 而不是一百或者是一千 要特别留意 好 那我们的重点 这个单元的重点 第一个 认识和理解一平方公尺 什么叫一平方公尺 就是边长一公尺的正方形面积 如果要用一平方公分面积 叫小正方形去铺 我们要铺到一万个 所以要记得一平方公尺等一万平方公分 那你也可以记做什么 一平方公尺等于一cm 这个要特别注意 英文的单位 好 我们就讲到这边